每年岁末祝福,志工和民众大德都能温馨齐聚一堂,为世间祈求和平,同时领受正言上人的祝福,以及收到师父的辅会红包。 但在马来西亚新山,今年因为疫情和行动管制令,慈激志工无法聚众举办岁末祝福祈福会,改而邀约民众参加线上岁末祝福。 民众大德的心声,志工们听到了, 在严守防疫标准作业的程序下,亲自将福会红包送到家。 来,祝福你一样,大家祝福一样啊,谢谢,谢谢,上人师父还给我这个,我已经没拿不到,我还要拿到。 我们就是要把上人的祝福,把上人的福会红包,上人的祝福送给他们,当他们领了,我们跟他讲是上人祝福领了,身体健康的时候,他们真的是很感动。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步调,今年的岁末祝福不只搬到了线上,就连跟大众结缘的福会红包也改在志工的家里,进行年年贴贴的后制工作。 福会红包是上人给大家的祝福,墨学是以恭敬心来制作,政府有规定SOB不能群聚,所以无法请师兄姐到会所制作。 墨学只好拿回家,请家人帮忙,就是这个因缘孩子看到我在做,他们也会自动的来帮忙。 还有三位师姐也来帮忙制作,我们都有遵守SOB,保持距离。 疫情下领到慈祭人专程送来的福会红包,民众大德满心欢喜的同时,更期待明年一切都能恢复正常,能再次到岁末祝福祈福会的现场,亲自接领来自正言上人的祝福。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